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发意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力 大家晚安 我很少在粉丝专页po这个捐款的明细 那我们今天小事呢 也捐上来就上次KUGA 也很顺利的标出去了 得标的金额总共29万7千元 也全数都捐出了 那一半呢 是这个买车车组的名义捐出去的 所以那个单位 好像是这个流浪兔吧 就小兔子的 那个是由买车的车组指定的 那另外的那个一个国小 三只国小 那个是我们决定的单位 反正就全部捐出去了 就帮助一些小朋友 这样子 在这边也跟大家先做一个报告 要不然其实我不太喜欢po这个 你看我们做 其实我们做那么多公益车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在 粉丝专业啊 在po这种捐款单啊 或什么 我认为捐钱 是我们能做善事的一个 最小最小的一个 讲来听也是最废的啦 做公益啊 做爱心啊 捐钱是 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是最废的 我说我 别人我不知道 但我是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捐钱是最懒惰的 因为你看那种以前 比较老一辈的那种 爸爸妈妈 有没有 小孩生了也不教 就赚钱回来 好像把钱赚回来给你读书就很屌了 对不对 就会缺了一个什么 陪伴啊 缺了一个什么心思 用心思在小朋友身上 所以我认为捐钱是一个再基本不过的事情 所以实在没有必要去宣传 大肆宣传 通常我是不会这样子做 只是有时候要交代一下 影片中提一下这样而已 捐了怕被A走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泰山在审核 除了旁敲侧击了解以外 他们还会去现场看 好我们已经算是在捐钱里面 我们已经算是非常的小心注意了 注意这些单位啊 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钱捐到需要的人上面 再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喜欢捐大单位 好我们单位都不会太大 有钱的就很有钱嘛 他也不一定分配的下来 尽量找小单位这样 涂上什么L Turbo Hybrid 这还有推荐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我不晓得没有试过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荐 不用问小四行国车 对专业 没有不推 不要挖洞给我跳 我们现在再重新塑造人格 不要把我打成谈黑 我不是可以把我塑造成没有颜色的吗 我只是没有试过不敢讲 你知道吗 他可能太棒了 我没有亲自试过 没有这个机会 以我的身份地位 没有办法分享 这么高级的车款 小的还没有机会试到 有试到的话 一定跟大家分享 但就是天生命剑 这个命格 跟韩国车 目前还频率对不上 不是不推 不是不推 对对 时候未到 什么反韩大将军 我常常在反正 黑白说 不要泼脏水哦 不要抹黑哦 对 原分味道 对 新台币 有没有做工的人找小师买车 我不知道应该有吧 可是我们不太会去问人家这个啦 那你是不是做工的人 对不对 一定有啦 各行各业都嘛有 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啦 问人家人家也不太会说 说我是做工的 比较少会这样讲吧 我跟你讲啦 问人家回答也不一定准 不好意思 我开西藥房了 不好意思 金融业 对不对 你像我们那大长头 来说我正常工作 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要做什么 对不对 我棒球队的 我打棒球的 这还是说真的啦 讲到这个 我就最笃然一种人 虽然说表面是一回事 有时候我们问说 你做哪方面工作 有些人就在那边讲 我不方便 不方便讲 那我不就很想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有些人 咱们很不会聊天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线上 有没有人做过服务业 很想翻白眼 你当中我就想要知道的 我也是问问而已 我是跟你没话讲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心里会有做OS 我也很尬聊 你是客人 我们跟你聊聊天 你可以讲金融业 西藥房 对不对 我去买油了 我去做什么 你就随便讲 没有我最近在休息 对不对 你不想讲 你随便掰就 没有啊 不方便讲 看你啊 你不方便讲 我不想不方便听 莫名其妙 你说你自由业 我就不会问了 你懂我意思吗 很不会聊天 有时候久久会遇到一下这种人 搞不太清楚 我会觉得说 聊得来 大家聊得来 聊不来就算 讲难听一点 你表面聊 我也是跟你表面聊 对不对 你要深入聊 我就跟你深入聊 对不对 你要边跟我聊天 边痛哭流涕 对不对 我也会滴几滴眼泪陪你 很简单嘛 对不对 搁到一台 很大一台 例如坐中行 身体蛮容易脏脏 能开 不会太破掉 他还问通常选哪种车 其实不会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讲 我会很心疼 怎么会说 要做妆妄身体脏脏的 能开不会太破 不要这样子瞧不起自己 或者是说 不要觉得说 某一些工作就一定怎么样 奇怪 做工难道都不会洗澡吗 没有洗干净的时候吗 所以我觉得 不能用这个来去判断 买什么车子 你如果是要代步 那就是有一些这个日系的 还是国产车 比较多人喜欢买 我也看过 跑工地的开高级车 开那种X3X5的一堆 我这个人是觉得各行各业 我都不会有什么 觉得说 好像很看不起这个行业的人 或什么 我不会 没有 我没有说你歧视 我是怕你认为自己是这样子的 不要这样子觉得自己 我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你歧视 我是说你 如果你自己是做工的 你不要这样子觉得 反正就一价位 然后去选择 你如果只是代步 你就选择路上能见度高的 一定是没有错 真的 很多 很多啦以前真的很多这种故事啊 以前我们的菜池 那都很好 挂下来的金败圆 还有那种面摊的那个钱回家 都是现金往床底下塞 各行各业我觉得都很棒 即使没有赚那么多也很棒 你想想看有时候 像有些同学啊 家里开面包店的也好啊 面摊的也好啊 机车行的也好 每一个都把小孩养到那么大 很神奇吧 开便当店的啊 开小吃摊的啊 所谓的做工 不管哪一种工 每个小孩也都养到那么大 所以 这个印这一句话 这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好过逮过也是过了 所以我常常讲往前一想 从小到大 你可能遇到很多的坎坷 是你觉得很困难 没办法度过的事 可能你也许现在都忘记了 可是当下是很痛苦 但是你已经忘了 就这样过了 干莫名其妙就过了 那最近呢 在大陆又发生一件事情 你们如果看一些对岸的车评 我没有看原来那个车评影片 我是听这个小镇 在日本这个频道的小镇说的 广州那边有一个车评 叫元启冲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我是有听过啦 他们就常常跟那个什么 急速拍档是混在一起嘛 一挂的嘛 因为他们都是广东那一挂的嘛 元老是已经加入了是不是 我是不知道他们加入了 反正呢 就是那个元启冲呢 它是一台华为的U9吗 还是什么 反正华为的一台高级车 然后他就是拿来跟麦巴赫在那边比的 你知道吗 那试到一个桥的时候啊 有一个斜坡 他用63公里 既然后轮腾空你知道吗 他只是上桥的一个斜坡 速度就在63公里 也没有特别快哦 然后他们从后面拍 就看到那个后轮整个悬空飞起来 你知道吗 这车评就可能就拍了这个试车影片 可能就讲了这个事情 既然以麦巴赫来当一个对手 意思就是你不用买麦巴赫 你要买我这个车 华为啊有没有可是高级车怎么可以腾空 还有说他觉得他内饰有点组装没有很扎实 就觉得说你明明就是一个高级车的取向 怎么会内装还会有异音这样 那据说啊 我是听那个小震说 华为好像类似有国家的那个 他们的企业应该企业应该都有国家的资助嘛 党的这个背景有可能嘛 然后就开始出来攻击哦 你知道他们那个负责人啊 在那个发表会啊 还想说来大家哦 来试我们这台车哦 欢迎来试 不要听那种不专业的车评 哎你身为一个负责人哦 CO竟然在那种发表会直接呛说 不要听那种什么网路上不专业的车评 在那边讲什么什么腾空 可是人家明明就是试就是真的会腾空嘛 而且他们还找了别台同级车来试 没有一台像他一样会腾空的 那他只是确实的点出这个问题 希望可以改进或是怎么样 然后就开始攻击 而且攻击以外啊 开始有一些网军出来拍影片 就说袁启冲啊 本来就是小米的人啊 你看他上次小米的车吹的跟什么一样 为什么遇到华为就转弯了 然后开始阴谋论哦 讲到怎样你知道吗 说我跟你讲啊 袁启冲他就台独啦 他就滑独啦 台独极端分子啊 我想说当个车评这么硬哦 我不是个车 就真的后轮翘起来了啊 你就改进就好了 你可以出来解释啊 最后怎么解决的 那一条路被挖掉铺平 屌了吧 厉害了我的挡 怎么会去重铺路啊 那什么鬼东西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 是把路挖掉重铺 超屌 那个小朋友跌倒了 是地板坏坏 我在聊下去不能去对岸 没有 我想真的 如果真的这样我也不敢去啊 是假的啦 太狠啦 最想分享的点就是这个结局 我真的没有料到 那就有点像说 如果你今天买了一台车 会漏水 他发一支雨伞给你 类似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他有一种 好奇妙的迷音感 所谓迷音感就是 是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处理方式 迷音之所以是迷音 就是很迷嘛 你不知道他在冲三小嘛 所以说 我在想说 有一天 我不是车评啦 虽然 但是我们常常在 发现一些车子的一些 大大小小的问题 跟大家分享 会不会有一天 也变这样 那就糟糕了 好不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 台湾还是不错啦 这个蛮有趣的 另外一个也是在社群网路上看到的 他说刚买了一台中古车 好像回来没几天 然后就电瓶就坏掉 发不动 结果后来他就回去 跟这个中古车的业务 讲说这个 为什么车子回来 你们车子回来都不用整理 电瓶坏掉都不用换就对了 对方业务可能就跟他说 这个电瓶是消耗品 然后他就讲说 这消耗品 你们车回来都不用检查消耗品吗 对方还是跳针 回头 这就电瓶就是消耗品 然后后来他就很不爽 没想到你们做生意态度是这样 他最后也不了了之 他就一个电瓶就算了 后来呢 他就想说到Google评价 所以他留个负品 一点 永久歇业 这也是蛮屌的 也是蛮厉害的哦 为了一颗电瓶 他预判了他的预判 先关掉再说嘛 但重点有一刻 通常我看到这个 这类型的留言 我相信现在各位观众朋友 可能也会跟我一样习惯 就是会去看底下的留言 然后我就再刷了一下 但我刷了一个留言 我觉得也蛮妙的 二手车行都这样 你像我买了一台二手车回来 才开4000公里叠盘就变形了 车行也不理我 二手车行都是妈畜生 什么就开始骂 我想说4000公里其实蛮多的 现在的标准好高哦 我认真讲 叠盘这种东西 你开4000公里 真的我很难判断 你是不是叠盘很热 你去冲水 还是你开车 永远都是每天在击杀 每天都在马路小英雄 你如果说很快的时间也就算了 但4000公里叠 你一年开1万公里来看 4000公里你已经开将近半年了 这半年以内 你但凡有几次 傻傻不知道 你开完车 叠盘还是热的 直接用水冲下去 一两次退缸 退缸你知道吗 或者是手刹车没放 像Zag讲的 哪一两次手刹车忘记放之类的 那个随时就是变形 不相信观众朋友 你们自己车 你们自己试看看 三路去跑一跑 你跑完之后直接去自助洗车 水枪直接从铁盘冲 我觉得不出三次 我觉得也开不到4000公里 不知道我的意思 当然不是说他故意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觉得说 4000公里其实有一个严苛 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很难去 判定是人为损坏 还是我本来给你东西就不好 我认真讲 就像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其实最常修的东西是什么 后照镜 我修到最后 我已经懒得跟客人沟通了 我已经拒绝沟通了 电折后照镜 不收折 还有说什么 两边收不同步 就是一边收稍微快一点 一边收稍微慢一点 也不行 我跟你讲 电折后照镜 你停在路边 人家给你折一下坏掉 你就认为是小事给你就坏掉 甚至有没有可能车主自己撞到 都有可能 但是每个回来一定都说 不是他弄的 你给我的时候就坏了 我也不会说是客人故意 但是如果是他不知道自己去折 他不会讲是他折的 他回来就说小事你给我就坏了 可是我们每一次在点焦 我们都是现场跟客人 每一样功能 包括电折后照镜 我们都是现场点焦 功能是好的 你才会跟我交车 我们有点焦表 一样一样点 打勾打勾打勾 你确认完没问题签名 你才把车签走 但凡电折 我给你的时候不折 你都不会签名 偶尔撞到一次不至于坏掉 不一定 你如果齿轮盘怕断了就是断了 反正他回来他也会讲 我点焦的时候好的 你回来给我 过一个礼拜他就坏了 我现在不是意思是说 一定是客人弄坏 回来拗我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本身就非常难界定 如果我今天是有罪推断 我当然会觉得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用的 我今天有罪推断 我是不是觉得 我给你就好的 你一定是你用坏的 不然大家来费 来厚水修盆 一人拿一桶水 剪刀石头布 租的拿雨伞 赢的泼水 厚水修盆 剪刀石头布 拿雨伞 泼水 各说各话 不然你举正 你举正嘛 对吧 我有证据哦 你看我们这个点胶 你都签名了 认证要凹就是这样嘛 可是大多数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会去跟客人 RQ这个东西 就好 不折 我们回来帮你处理 就这样 我花那个时间 跟客人RQ 客人感觉也差 我们自己感觉也差 那就算了 你不用了 对不对 到时候 我又不能关评价 改成永久歇业 哈哈哈哈 之前朋友买中午车 四个门的螺丝都有掉漆 但车身结构 贴纸 胶 全部都正常 没有碰撞的痕迹 有可能是什么状况 通常四个门 都有掉漆的状况 一种就是可能 四个门都有板烤 严重的板烤 一种就四个门都换过 还有一种呢 原厂出厂就有调整 我遇过原厂出厂 螺丝就有调整过 包括我之前 我印象最深 我去星光三越 一楼特斯拉 看Model 3 一打开 他在那边展示车 我说已经干什么 螺丝转过 他那个展示车 就转过了 我想说 哦 好哦 就调整嘛 那还有一种是原厂召回 有些原厂召回 做调整 做防锈啊 打胶啊 或什么会调整 但是没有碰撞痕迹 这个很难界定啊 这个可能要很专业 你才有办法 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摆明了 四个螺丝都转过 都掉漆 但是你看起来呢 贴纸胶都有 你等于要有更 丰富的经验 你才能够去判断 到底这四个门有没有问题 那个就很像说 抓肩在床很简单嘛 门一打开 两个没穿衣服 你老公跟个女的 没穿衣服 抓肩就抓到了嘛 问题来了 对不对 门一打开 两个没穿衣服 一个坐在沙发 看电视 一个在床上 好啊 问你他们坐几次 或者是现场找不到任何保险套 找不到任何卫生纸 那个才是困难的 你知道吗 还是说你一进去 两个服装整齐 一个穿西装 打领带 坐在那边看电视 一个衣服也穿得好好的 在那边看手机 一个在沙发一个床上 门一打开 我就问啊 到底两个有没有怎样 我觉得这才是困难的 现场又找不到任何的痕迹 床也干干净净 铺得好好的 厕所也干干净净了 也没有洗澡的痕迹 完了 那个才难嘛 我就摆明了 我跟一个女的就在这里 就在hotel里面 坐着两个坐着 我摆明了 你进来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怎么样 我觉得这才是困难的点 对不对 像那打开 抓肩在床 那个最简单 就跟螺丝一样 撞过换过 现在我摆明了 我就在里面 两个都整整齐齐的 那个才麻烦 这是困难 好不好 我觉得类似这种感觉 那个就level up 那要更进阶了 建议你朋友怎么做 才可以让他安心 换肩 换肩买 找憋台 没有之一 这很简单嘛 有疑虑 我们就不买 我不会讲找小时买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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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那种人 我们不是开了这个 为了要推销的 我们只是开这个 跟大家聊天 当然你们想要抖内 后来觉得说 我很想来跟小时买车支持小时 这个我是不会阻止你们 但是我们的点不是这样 我们是在这边 分享一些 类似这样子 专业的知识 当然有很多人说 我车买了 我暂时没有跟小时哥 买车的需求 但我又想要支持小时哥 怎么办 简单 虾皮 有我们的商城 斗内 有五颜六色可以选 都是你支持小时的方法 好不好 不一定要买车 无所谓 我们看的 不是那种小钱 也不是看的斗内的小钱 我们是想要怎样 积沙乘塔 积扫多 积扫话谈 现代的很多款车 都把方向灯 坐在保险桿上面 那我就有讲到这个问题 那有人留言 就说你看不到 保险桿的方向灯 代表你跟车太近 但是其实 不只是跟车进货源的问题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我在路上 我是实际观察过的 如果今天呢 我开车 我的前面有一台车 在前面是一台现代的车 而它的方向灯在保险桿上 我没有办法 超前预判 前面的车要做什么 就是今天上班的路上 我才又遇到一次 我不知道你们开车 会不会有这种习惯 我是会有啦 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会习惯看远一点 在高速公路上面去预判 前面的车子 车流 或前面的车的一个动向 是怎么样 我会先提前去做预判 我们才知道可以提早反应 老司机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开高速公路不要眼睛只盯着你前面的那台车 所以其实我也很讨厌车子的隔热纸贴的太深 因为贴的太深 你没有办法透过它的玻璃往前看 所以我也很讨厌隔热纸贴的太深的人 反正呢 我今天在路上也才遇到这样一个状况 前面的第二台就是现代 他打方灯我看不到 是他切出来我才看到 但他打的当下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倒不是什么跟着近跟不近的问题 当然他爱坐在哪里是他家的事情 那我当然可以发表我自己的意见 那也是我的问题 对不对 也是我的权益嘛 我在我自己的频道发表自己的意见是这样 但我觉得不是很单纯的 就是好像一定就是我们跟太近 或什么 你就是坐高一点 辨别率就会比较高嘛 今天你坐高一点 即使前面讲难听一点 即使前面那台车的隔热纸烧身 我都有可能看得到 因为会闪嘛 闪会发光嘛 但你坐在下面我真的会看不到 好我觉得也不单就是远跟近的问题而已 而且有时候不是我跟人家近啊 搞不好是现代跟我很近 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 你怎么不说开现代的跟我很近 我从后照镜也看不到啊 下次你要不要干脆把方向灯坐在这个排气管上 还是坐在轮胎上 还是直接照在地板上 也不错啊 打方向灯整个地板会有黄色灯这样 照在地板照地灯嘛 既然那么爱坐下面 你就坐下面一点 有没有像玩命关头那照地灯 打方向灯 他就右边就整个照地 还是直接光速 有没有 雷射的光速啊 打右转就有光速往上射 这样我就看得到了 全世界都知道 我怕这前面有一台车要右转了 在开车的时候 你就看到高速公路 哇全部都光速了 有没有 一条一条的 好啦反正就是行车安全嘛 你要坐哪里都OK啊 我只是觉得坐太低真的不太好辨别 而且坐太低我觉得有一个坏处 因为保险感是最常撞到的地方 所以我会觉得你把它做在一个 本来是设计拿来吸收碰撞 让你呱呱蹭蹭的地方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理想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没有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是韩国车的关系 好不好 我觉得要把这个拿开嘛 今天我既然坐韩国车的新车 跟大家分享了 对不对 我当然不是说 看到韩车我们就撩他 今天就算他是宾室坐在保险上 我也是看不惯啊 什么牌子我觉得还好吧 是不是玻璃心就觉得小师讲韩国车 一定就是故意的 也不是啊 就真的我觉得坐太低 撞到花很多钱 方向灯国外有很多人在闲 就不是我闲而已啊 我们不是因为他韩国车 真的 不是你充电的插孔坐在车头OK 但是你对于我这种天秤座来讲 你做一个不对称的东西 我看了我就不舒服嘛 我嘛我主观嘛 你们可以去看他那个车头就还不错 圆滚滚的 但是就是挖了一个洞 一个盖子在中间偏左边 我看到这种不平衡的东西 我就浑身不自在嘛 那当然这是我的问题啊 我只是表达出来 你如果坐在中间前面 我说OK 你像利福人家也坐在中间啊 对不对 人家利福也坐在中间 我没有说什么啊 我有说过什么嘛 利福我有说过利福怎样嘛 没有啊 只是我觉得 他就 那个就是脸嘛 人的脸啊 这边我这做一个 落地在这里会看你吗 你看小四的脸这样对称对吧 对吧 我这样 脸一边有这样的东西 不会怪怪的吗 还是你们觉得很正常 我的脸这样一边做一个盖子这样 有正常吗 你们看得舒服 我整集直播都这样 没有我觉得坐前面OK 又偏一边我就 门面耶 对吧 你如果说我胸部一大一小就算了 我还可以垫一下 瞧一下 哎呦我门面耶 没有啦我就真的觉得怪怪的美 表达一下意见啊 好不好 到最后会不会跟对岸一样 对岸是去把路刨掉 然后重新铺路 啊我会不会 我的垫被抄掉 然后我送去思想改造 好啦就是我主观啊 有人觉得边一边也不错 不对称有不对称的美嘛 对不对 东西也不是一定要对称啊 你看那个叫什么 那个啊有一个人体这样站着那个叫谁 达温西啊他如果但凡那张图 一个手这样这样子 你看着你会不会想把那样子撕掉 哈哈哈哈 他如果一只手是这样放低的 或者是他的脸这样挖一边这样 这样挖一边 你会不会很想把那样画撕了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天平正后群 不好意思 好了我的问题 My bad OK My bad 汽油帮补跟后摄影机有瑕疵 影响行车安全 马自达公布两项新的召回 马自达进行发出两项安全召回申请 几乎涵盖所有的车系 第一个召回汽油帮补的叶片的强度 可能不足 导致叶片会变形 跟汽油帮补干涉停止运转 引擎无法启动或行驶中熄火 可能会影响行商安全 免费的召回改正活动 作业时间0.8到1.7个小时 17年6月到8月的马自达2 17年6月到19年8月的马3 哇那涵盖蛮长的 17到19 18年5月到18年10月的马6 17年6月到19年7月的MX5 17年6月到19年8月的CX3 17年6月到19年7月的CX5 17年6月到19年8月的CX9 哇几乎都有 汽油帮补都同一家做 还是都是同一颗 第二个召回是 后摄影机束线带设计不良 线束带可能会在车上正常信使 跟关闭尾门的时候 因为震动而损坏 倒车显示可能会 萤幕影像失正而闪烁 极端状况下倒车时 可能无法准确确认后方状况 可能会影响行车 所以座位时间0.3到0.4小时 召回车型 059月到2010月的CX3 167月到194月的MX3 我跟你讲这后摄影机 我们已经帮客人出过好几台宝固 你现在才召回 我帮你花了好多钱 臭马自达 在他召回之前 那我们就发现到后摄影机 气候棒部我们倒是没遇过 说实在的 后摄影机我们遇过好几台 有时候会没弹 不亮 有时候会散 所以我们之前客人回去 如果发生这个情形 我们都是免费帮他修理 所以马自达给我钱 好啦如果这个有 刚刚念到的马自达这车型 记得跟原厂预约一下 回去处理一下 如果已经在我这边处理好的客人 还要再回去处理 不换白不换 再回去换一个新的 哈哈哈 里程比较高 Skoda Super B 控比1.4需要注意什么 不要买啊 你有没有发现 我店里面的Skoda BAG车系 你看不太到里程高的 而且不是高而已哦 只要偏高 稍高我就不要了 除非它很新 比如说两年三年开了5万 我能接受 因为它车很新嘛 还在保护期内我可以接受 但保护期内开了8-9万 我也不能接受 或者是说五年车 六年车开了10万 我就我就不会买了 所以你问我 我主观的回你 你问我说 如果里程比较高的这款车 要注意什么 我会跟你讲 我试我 我是不会买 对啊 你如果要买 有这个勇气 想要去试的话 那也不是不能买 那看他卖你多少钱嘛 你如果认真要问我说 需要注意什么 我只会跟你讲价钱 他高出来这个里程数 价钱有没有多到 你想去尝试 就这样而已 很简单 比如说 他是一台这个 2018年 假设他2018年的 六年车 别人开6万公里的 我先假设他卖60万 然后你一台 12万公里 多一倍 他卖50 你会不会想买 你觉得够不够 10万我觉得 回来修修东西 插一倍好像可以 那如果他只插3万 只插5万 靠腰 那你干嘛去买他 55我都不会买 插到10万 我还有点兴趣 10万够你修了吧 虽然一不小心会不够啦 但至少10万 感觉起来有差 对 问问你自己 听听你的心 Listen to your heart 看看你会不会想买 有没有那种 被引诱到的感觉 当一个男人要有原则 我先看到一个 那个短营业 也蛮好笑的 就是一个男的 你要不要吃饼干 然后东西掉在地上 然后男的就捡起来 我换一个心 不用不用不用 男的就吃掉了 然后就 一个朋友买了一瓶可乐 给你 他说可是我要无糖的 然后朋友说 我帮你拿去玩 算了算了算了 然后就拿来喝 然后男的就去试穿衣服 然后穿起来就明显很紧 然后店员说 你看起来好像有点太小 今天要不然我帮你换一件大的 不用不用 就这件好了 随便的结账 男人做什么都很随便 对不对 虽然在一个时候很有原则 他在酒店的时候 一个女儿走进来 他就看了一下 换 你知道吗 男人什么时候这有原则 他什么都吃了 穿的用的都没有原则 没关系 他到酒店看到你了 走进来 他说先生你好 换一个 我觉得那个蛮好笑的 刚刚是不是都看一下 板娘有没有在旁边 没有 他一直都在旁边啊 我干嘛偷看 他就坐在我旁边啊 这样伸手就摸到了 有没有 干嘛偷看 拜托我们两个的关系 relationship 对吧 不是你们想象得到的 傻傻的 求生趣极强 我又怎么了 我是这样又求生了 我就很做自己了 对啊 很做自己了 有没有 你的钱都没有被老婆碰管 有没有 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 有没有 对不对 看我口袋里面都没有钱 板娘会帮我画虎所要画 没有 他会换他自己的 板娘会挑胸部大的 嘴唇要厚的 对嘴唇厚 胸部大 拉丁美洲那种的 翁中精灵你知道吗 本来是瓶中精灵 后来 稍微看 有吃较多的担步了 变翁中精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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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not like me 他都要那种而已 拍屁股会趴趴响那一种 是耶 讲得好像变态一样 怕 我没有做过这种事好不好 哇 哇 感觉就很想学爆头你知道吗 哇 好啦,今天就陪大家到這邊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啦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hard like me 大家晚安